我們現在要介紹的這個軟體呢 叫 Firefox 的科學軟體 它主要是利用手機中所內有的各種感測器 來從事科學實驗或是說科學數據擷取的一個軟體 那它支援 Android 跟 iOS 系統 那假設你在對應的商店抓下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一個軟體 它的圖是類似這個樣子 那就是安裝完成了 那我們進入這個系統的時候呢 我們會來做一個介紹 那這個軟體呢 它除了支援手機呢 在手機上做量測之外 它還可以遠端把數據傳到電腦上 所以你可以把手機放在你的代測物上 量測你所想要知道的物理量 然後呢 再把數據呢 用電腦裡頭的 Excel 檔 或是其他的繪圖軟體把它繪製出來 那主要來說呢 這個 Firefox 這個軟體呢 它 所支援的這個感測器 跟你手機所擁有的感測器有關 比如說一般來說 假設你的手機有在做導航的話 通常你會有幾個感測器 那首先第一個 你可能會有一個加速度感測器 那在這裡頭呢 我們這個 Firefox 它所使用的這個加速度感測器 它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考慮重力加速度 一個是考慮重力加速度的 那上一個是不考慮重力加速度的 那因為我們知道空間有三軸 XYZ 三軸 那麼考慮加速一般正常的情況下 都會有重力在重力廠下做實驗 所以要考慮到重力加速度 那如果你只是純粹想要考慮 就是說不含重力加速度 純粹有物體來的加速度的話呢 那就要用上面這個選項 那再來 Gyroscope 是所謂的陀螺儀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你的這個手機 它所對應的這個轉動 其實就是你的姿態 手機的這個姿態呢 沿著XYZ 三軸 它的轉動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假設你的手機呢 有所謂的這個開蓋感應 就會亮起來 或按的話 很多 有的是用光偵測器的方法來做 感應你的蓋子有沒有打開 那另外一個有的是利用這種磁液的 這個 Magnetometer 就是所謂的這個磁力劑 來感應說你的這個手機有沒有打開來 那假設你的手機呢 有支援高度劑的話 通常你還可以去量測這個壓力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手機呢 當然是要講話傳遞聲音的嘛 所以它可以去量測聲音 包括聲音的這個正幅 那包括你可以量測到聲音的這個形式 假設我們按的話可以看到 你還可以去量測聲音的這個頻譜 那下面還有很多種功能 比如說它發出聲音去測你的杜普勒效應 那它也可以去量測說你現在這個聲音的頻譜的這個紀錄 甚至它可以來做聲納的功能 那這些比較進階的功能呢 我們就在這裡頭不去多做介紹 那我們來看看上面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想要介紹是如何使用這些這個軟體 以及說怎麼樣在遠端跟它連線 然後直接得到數據 然後透過Excel或者是其他軟體畫出來 那在這裡頭我們用介紹的範例是使用Excel來畫 那首先我們來看這個加速度的部分 當我們點進加速度這裡頭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分到Linear Acceleration 就是所謂線加速在X方向 在Y方向在Z方向 那我們坐標軸呢 Y軸呢是加速度的部分 那X軸呢是隨著時間 那我們可以要讓它開始測量的時候 可以按上面有這個正在 這個像呼吸狀的這個Play鍵 那我們按一下Play鍵 可以看到說它現在就開始量測到 這個現在的加速度的狀況 那因為我們剛剛選的是這個加速度 Without G 就是不考慮這個中立加速度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起始點都在0附近 那假設今天我們來敲一下桌子 當我們在敲桌子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裡頭就有一些震盪的這個形式出現 那我們可以把它選暫停 好 那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 這個假設我們考慮的是有重力加速度的呢 那我們把它點進去 一樣我們來Play一下 你可以看到說 沿著X方向 我稍微 因為我這個手機呢是這樣直立放著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稍微有點點加速度 0.2m3s平方 那沿著Y方向呢 這個手機的Y方向 它就有一個很比較大的這個加速度值 那就是把重力的分量 沿著Y方向考慮進去 那Z呢也是一樣 那當然啦 這是沿著三個分量 你也可以算它的三個的平方向加開根號 也就是它的絕對值 因為重力加速值大概是多少 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邊看到 重力加速值大概接近9.9 接近9.9 好 OK 那這裡頭呢就告訴你說 現在它讀到的這個數值 假設你不想用圖表的方法去 去表示 那我們回到最前面的這個地方 Graphic 那像我剛剛這樣敲它 它就會有加速度值出現 你可以看到聲音 我的手指 它就對應出跳動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數據給暫停 把它清除掉 垃圾桶按鈕就清除掉了 選Clear Data就可以清除掉了 那我們再Play一次 來敲桌子 一敲馬上就一個很大的一個風值出現 所以這個跟地震政策的原理是一樣的 好我們來暫停 清除掉 好 那 在這裡頭呢 我們的這個軟體呢 它可以支援從網路來獲取你的資訊 所以 假設今天你的手機 跟你的電腦 是處在同一個IP分享器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三個點點點 選取它 然後我們選 Allow Remote Assay 就是我們從遠端可以來存取這個資料 那我們把它打勾 好 這時候呢 它就會告訴你說 這裡當然有一些所謂的 網路安全的問題 但我們不用管它 因為我們只是在 自己的分享器裡頭 電腦連同一個分享器 手機連同一個分享器 所以這裡沒有什麼資訊安全的問題 我們選OK 好 這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在我們的下面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這裡頭有一個IP位置 HTTP 192.168.11.6 然後冒號8080 這表示說 現在手機已經變成一台網頁伺服器 我可以透過這個網頁伺服器 然後獲取這個手機 並且控制這個手機的訊息 所以呢 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今天把它 跟我們的外的電腦 連在一起 好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了 這個整個電腦呢 跟我們的手機呢 其實呢 現在已經連線了 那我可以控制在電腦上呢 我這邊打的是 192.168.11.6 然後冒號8080 那如果這裡頭 我按Play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手機 畫面中的這個手機呢 它也會同步的 跟著這個Play鍵去做運算 好 你可以看到 我按了Play之後呢 是不是兩邊呢 這裡跟這裡的都已經同步了 好 那我們暫停 好 那這樣子 遠端的這個遙控呢 就非常有用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可以把手機綁在 我要代車的物體上面 然後呢 就遠端的 看著它的運動 不用被線給控制住 另外它很方便 是我可以從這邊去選取 剛剛這個三個點的地方 我可以去選取 把不同的這些colors 不同這些XYZ的資料 把它去檢視 那我們可以把資料給輸出 它可以選一個Export Data 然後呢 這裡有個Excel 如果我們選Excel 我們選Download Data 你可以看到 馬上Excel開起來 就把我們剛剛的這些資料呢 全部都 弄進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它的Excel資料 你可以看到 沿著X軸 Y軸 Z軸 還有絕對值 它的加速度值 是多少 那它隨著時間上的變化 就可以去獲得 我們所需要的這個資料了 好 OK 那如果